美国为上个星期在阿富汗边界附近发动直升机袭击,导致两名巴基斯坦军人死亡而道歉。 与此同时,塔利班激进分子继续袭击北约补给车辆。 美国驻巴基斯坦大使安尼·帕特森把这次直升机袭击称为严重事故。 她星期三说,美国向巴基斯坦和死者家属表示深切的歉意。 巴基斯坦早些时候说,三名巴基斯坦军人死于这次空袭,但北约和巴基斯坦对事件进行联合调查后,于星期三表示,这次空袭造成两人死亡,四人受伤。